嗨 大家好 我是大兄 今天一小事少的要求 我们来聊一位天才神童 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有人教过她画画 可是她在八岁的时候 却已经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天才画家 后来她的一户画 随随便便就能够卖上几十万美金 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很多人相信她的画不是艺术品 是预言 是神的启示 是神传授给人类的信息 而这个小女孩更是神的使者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94年7月 阿齐阿拉出生在美国伊尼诺州的乡村小镇 本来他们家庭是非常贫穷 就连阿齐阿拉在出生的时候 都没有钱去医院接生 所以阿齐阿拉是在自己家里的浴池里出生的 因为她在水里出生 所以她的父母就给她取名为阿齐阿拉 这个是一个俄语池 意思就是海洋 然后就在她出生后不久 她身上就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 当阿齐阿拉还没有满约的时候 她家里面就接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 电话是从欧洲打过来的 说是有一位非常浅诚的基督徒 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妇女 她就一直在说着一个预言 那就是阿齐阿拉这个刚出生的女儿 是复活的耶稣所选中的孩子 她将来是可以帮助世界的使者 可是阿齐阿拉的父母听到之后 就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反而是非常的反感 因为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骗子已经盯上他们了 然后没有想到 过了没多久 那位名叫维多利亚的妇女 居然自己打电话过来了 那她就操着一股很浓厚的俄罗斯的口音 很激动的跟阿齐阿拉的母亲说 阿齐阿拉就是神派来的使者 他是神选择来帮助世人的人 将来会很有成就 你们一定要好好带她 那么听完之后 阿齐阿拉的母亲只是半信半疑 并且礼貌性地表示了谢意 但是她依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毕竟他们一家和这个 打电话过来的维多利亚的妇女 从来都不认识 而且阿齐阿拉全家都不信神 所以说全家人都把这个女人的预言 也只是当作一个祝福罢了 没过多久全家人基本上都把这个事情 已经全部忘记了 可是没有想到 神的祝福很快就发生了 刚开始阿齐阿拉他们家非常贫穷 阿齐阿拉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好 一直在生病 所以说没有工作能力 家里面没有单独的厨房 没有电视也听不到广播 她和她的哥哥们没有玩具 唯一的玩具就是 哥哥带着他们玩一些旧纸箱子 那么为了赚钱 她的妈妈就背着她 带着她的哥哥们 挨家挨户地去卖一些小食品 但是没有想到 就像是神的祝福一样 慢慢的 妈妈的这个小生意 居然越来越好 赚的钱越来越多 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秘书里州 住进了一栋大约一千平方米 而且还有独立游泳池的豪宅里面 接着更加神奇的事情 就从她嗜碎的时候开始 阿齐阿拉就对她母亲说 她在睡梦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不断地梦到天堂和上帝 而且在梦里面 就像那个维多利亚夫里预言的一样 上帝还告诉阿齐阿拉 她来到这个世界是带着神圣的使命的 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的 但是至于怎么帮助 什么时候去帮助 她一无所知 然后有一天 当时四岁的阿齐阿拉正在睡觉 突然在她的脑海当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和清晰的意象 阿齐阿拉就说 上帝来到了她的身边告诉她 她在七岁左右的时候会成为一名画家 而神还会亲自教授她绘画的本领 接着没过几天 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阿齐阿拉说 在她的梦中的意象当中 她被上带到了各种各样的天国世界 去游玩去欣赏 她看到了和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仙境 而且醒来后的阿齐阿拉居然把梦境记得清清楚楚 她还把这种意象一一的讲给了她的妈妈听 这一下她妈妈就被吓着了 因为阿齐阿拉和她的哥哥们 一直是在家里面接受家庭教育 她没有去上过学 也没有私人教师 更没有什么朋友 对外面的世界接触的非常的少 母亲是在北欧波罗的海的立陶宛长大 受的是前苏联的教育 妈妈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 而父亲虽然是美国人 但是也是一个无神论者 而且她一直生病 家里面也不看电视 也没有人谈论宗教 也不上教会 也不祈祷 家里面连上帝这个词 基本上都没有用过 才四岁的阿齐阿拉 是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 而且阿齐阿拉说的实在是太玄幻了 她依然是不敢相信 但是没想到四岁的阿齐阿拉 却表现得非常的焦急 为什么妈妈就是不相信自己呢 那有一天她就想 要是能够带妈妈去自己的梦境当中就好了 可是怎么带她去自己的梦境呢 有一天她突然就灵光一现 要是自己把意象当中看到的画面所画下来 然后再拿给她自己的妈妈看 不就行了吗 那说干就干 阿齐阿拉就开始着手画画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阿齐阿拉说 在她的意象当中 是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天使 另外一个就是神 是上帝 天使的画像 她很快就能够画出来了 可是另外一位上帝 她怎么都画不出来 每当她想要把上帝的样子画出来的时候 她就像是得了失忆症一样 上帝的样子就会从她的意象当中完全消失 她怎么也都想不起来她的样子 怎么都画不出来上帝 不过还好啊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她的梦境当中 突然有一个男人就不断的出现在她的意象当中 而且还开始教她怎么画画 也就是这样 阿齐阿拉开始了画素描 而且画得非常好 这一下子就让她妈妈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了 自己的女儿才四岁 关键是又没有人教她 她是怎么画得这么好的呢 借着阿齐阿拉五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她突然就失踪不见了 家里人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她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求助当地的警察局 最后警察局消防局全部都出动了 甚至还动用了警犬 可是经过十几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大家都猜测 很有可能她是被人绑架了 或者是发生什么意外了 家人也都急得快要崩溃了 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 阿齐阿拉居然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 阿齐阿拉说她不是迷路了 也不是被绑架了 而是在她的梦境当中 被神带到了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去 那里是一个和地球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而后来她的家人和警察 也都没有找到这段时间 她到底去了哪的线索 所以说第一次有人半信半疑 难道她梦中的印象是真的吗 难道她真的是被神带走了吗 也就是在这一次神秘失踪之后 阿齐阿拉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作画 她说在这个期间 神不断的教授她画画的技巧 她回忆说 教她画画的人 就是后期她的作品 和平王子之中的人 然后在阿齐阿拉七岁的时候 她创作了一幅非常有名的画 叫做《力量》 画的是一头非常复杂的狮子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幅画 这是出自一位在现实当中 从来没有老师教过她的 七岁孩子的画笔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难道真的是神在教她画画吗 在阿齐阿拉八岁的时候 她就很想把她印象当中的上帝给画出来 于是她就不断地开始寻找一位 和她梦中教她画画的上帝 长相非常相似的人 好来做她的模特 可是她怎么也都找不到 于是她就发动全家人一起来祷告 那祈祷自己可以找到一个相似之人 并且她还明确地祈祷说 希望这个人能够出现在她家的前门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她祈祷完之后的第二天 她家的门铃就想了 这时候隔壁的邻居就给她介绍了一位木匠 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她要找的相似之人 那么没想到阿齐阿拉果然就像她祈祷的一样 在她家的前门看见了这个木匠 那她长得和上帝实在是太像了 阿齐阿拉兴奋的差点流下了眼泪 那这个木匠的个子很高 大概有七英尺 一见木匠阿齐阿拉就有了灵感 马上就邀请木匠做自己绘画的模特 那么接下来就是长达40多个小时的绘画过程 而这个过程对阿齐阿拉来说来 就像是40年一样漫长 她没日没夜地画画 脑海当中不断地涌现出上帝的样子 像是在被上帝指挥一样 就这样八岁的阿齐阿拉就像画出了这样一幅让人震撼的和平之子 这幅难度极大的肖像画 如果说我不说 我相信你肯定不敢相信 这是一幅八岁孩子所完成的肖像画吧 可就在大家惊叹不已的时候 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好端端的一幅画 拿去转转的时候来 居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 这幅画消失后不久来 阿齐阿拉就非常地伤心 几乎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直到阿齐阿拉12岁的时候 他才想能不能把自己丢失的那幅画重新画出来 可是自己的脑海当中 却永远看不到上帝完整的样子 只能够模模糊糊的看到上帝一般的样子 所以说他画了又改 改了又化 就是没有办法画出一幅完整的画来 就在他近乎要放弃的时候 他又开始祈祷 没有想到奇迹又再次发生了 那么有一天早上 他在睡梦当中醒来的时候 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内 他一下子就看到了上帝完整的脸 那么这下来阿齐阿拉终于把它又画了出来 可是没有想到 在12年之后 也就是阿齐阿拉24岁的时候 那么之前丢失的那幅和平之子 居然又重新出现了 原来他被一个不愿意展示 也不愿意出售给任何人的一个收藏家 给收藏在自己的一个金库里面 一直藏了12年 直到2019年12月和平之子 才被阿齐阿拉的家人追回 并且以高达85万美金的价格 卖给了一位私人收藏家 而且据说阿齐阿拉把卖画的大部分收入 都捐给了非洲的穷人 除了和平之子以外 阿齐阿拉还有一幅非常特殊的画 那么有一天早上 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突然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一幅画的标题 而且阿齐阿拉说 这个标题不是他自己想到的 就像是上帝传输给他的信息一样 这个信息的标题就是传递信息 但是他当时也很疑惑 上帝要他传递什么信息 又要怎么上传呢 还没有等他想明白 阿齐阿拉的脑子里面 就开始不断闪烁着 上帝要他传输的信息 而他的身体 不自觉的按照上帝的信息 不停的开始画画 上帝先是传递给他 一只雪白的猫头鹰 在这个山洞里面 他马上就画了一个猫头鹰 紧接着上帝又说 鸟巢鸟蛋 然后他都一一的画了下来 可是还没有等他画完 这些信息又从他的脑海里面 完全消失不见了 他的脑子里面有一片空白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阿齐阿拉说 他感觉到 要是他如果说 没有按照上帝的意思去画 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画的话 那么自己根本什么也画不出来 他自己的脑海里面的信息 会全部消失 他必须跟着上帝的指引去做画 所以说第二天 他又开始了祷告 忏悔自己的行为 然后奇迹又出现了 上帝传递的信息 他现在很快又来到他的脑海当中 他就听到了陀鹿的声音 于是他就插掉了猫头鹰的画面 然后他画出了陀鹿 可是陀鹿还没有画完 又消失了 陀鹿消失后 他又把画的陀鹿抹掉 紧接着他的脑海当中 又出现了两只秃鹰 他也画出了秃鹰 可是秃鹰又消失了 马上又出现了狼的声音 他又开始画狼 可是狼也消失了 他只好又把狼抹掉 没有办法 他只好继续画他的山洞 然后信息就停止了 他的脑海里面空空一片 他只要重复的画着他的山洞 他不知道上帝到底要给他 传递什么信息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传递这些信息 可是就在不久 他隐隐约约的听到山洞里面 有结冰的声音 所以说他马上在山洞里面 画出了湖水 因为他听到结冰的咔嚓咔嚓的声音 他马上就把湖面画上了冰 最后他脑海当中 就接收到了一位旅行者 和一匹忠诚的马在山洞里面避难 那这个时候 阿奇阿拉就突然想明白了 为什么会出现冰冻的湖 因为那个旅行者 他想要离开山洞回家 但是这个冰面太薄了 他很难走出去 他被困在这里了 那之后呢 阿奇阿拉就又听到了音的叫声 叫的声音非常的响亮 这个音就一直在旅行者的上空盘旋 好像是要鼓励 这个旅行者跟他一起走出困难 那最后呢 阿奇阿拉就把旅行者跟着音的画面给画出来了 那么画完之后呢 阿奇阿拉就说 他终于明白了上帝的目的 他呢是想要让他通过画画 传给大家什么是信念 什么是指引 而阿奇阿拉就是耶稣的使者 他呢就是在帮神传递信息 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阿奇阿拉的故事 不过说实话呢 我自己并不怎么相信这个故事啊 是你们的小师嫂呢 在自学画画的时候啊 就听说了这个故事 他可能呢也是幻想 希望像阿奇阿拉一样 自学画画 然后呢也希望自己的话能够卖个几十万美金 所以说啊 他就非常的迷恋他 非得让我来讲讲他的故事 而且呢 他还把原来台湾大学 李世成教授的手指十字的实验 和阿奇阿拉的故事呢 连接了起来 那李世成教授在手指十字的实验当中发现啊 有些人除了能够手指十字 而且当有些人在字条上面写上神、佛、耶稣、上帝 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啊 这些人手指十字的人呢 也会看到一些意象 他们看不到字条上面的字 却能够看到闪闪发光的人 出现在他们的大脑当中 而且有的时候呢 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呢 在高兴的时候 还会给他们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 而李世成教授认为呢 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呢 可能就是人们认为的神 可能呢 这就是神在人们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这就和阿齐阿拉接收神的指引的例子呢 非常的相似了 神呢 只能够和部分的人呢 传递信息 我们普通人呢 可能就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我自己呢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可能是鬼骨子看多了 我老觉得这个故事背后呢 可能是有什么不可见人的谋术 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阿齐阿拉就是为了卖话而炒作的 其实我个人呢 是更倾向这方面的猜测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 那后面这幅画呢 就是小事少画的啊 那放在这里几个月呢 也没见有人评论过 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朋友 有没有帮忙看一下 他还有没有成为天才画家的可能呢